还有就是2021年的东京奥运中华羽球代表队大放异彩 也连带掀起了国内的羽球热 各地场馆也都涌现了打羽球的人潮 这里推广羽球运动的光华国小 缺乏相关的场地设施相当的可惜 现议员张怀文获之后 即刻意注相关的经费来协助打造羽球场地 和校方合作来培育未来的羽球国手 现议员张怀文在对治光华国小 苦无建设经费来设置羽球场后 就特别拨款协助 当场地完工后与服务处主任林品阳 一起到新设置的场地关心 对于光华国小的发展也提出建言 我们这次有拨了9万多块的经费 那么希望能够协助我们光华国小 在场地方面 还有我们羽毛球的设备上面 希望能够提供给我们地方的小朋友 那么我们也希望小朋友能够在这么优质的场地之下 那我们光华国小能够培育出一个带资营 像我们金牌选手一样这么的优秀 校长张士玄表示 谢谢张怀文议员的长期协助 并表示公寓善其事必先立其期 也希望从小扎根 透过规划性和系统性的训练来打出国手基础 因为今年正好我们参加东京奥运 我们的羽球得到很好的成绩 那我们想说这个羽球要从向下扎根 所以也想利用这个场地 然后来这样光华国小的孩子也能够学习羽球 也有三星人士捐了大概两万块的羽毛球拍跟羽球 所以就是万事皆备 那正好是我们今年又邀请到 那个现在国风国中的羽球教练 张有用校长来带小朋友打羽球 所以就是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都具备 在退休校长张有用的教练下 光华国小大力推广羽球运动 他表示羽球是适合东方人发展的运动 不会受到体型的影响 也希望羽球运动能在光华国小盛行 成为学校的另一个特色 我觉得他们目前面临比较大的问题是 第一个是场地的设施 这个部分比较少 有时候小朋友他想假日 想找一个地方打球都没有 第二个就是教练的部分 因为你如果要打得好 必须要有教练去教 但是在国小这个部分 真正发展的学校 我个人觉得是目前还是太少了 那教练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因为我们找不到比较好的教练 或者是全职的教练来教这些小朋友 张怀文议员长期关心教育事务 不仅是在学生运动健康 疫情期间也协助校方购置人脸辨识的体温量测机 加强校园防疫 这一次也协助校方完成羽球场的设置 据者林杰 杰安乡采访报道